土地使用书 同意书 丙你来标买这个房土地 你也应该受到它的拘束啊 哎呀 各位 这种东西是 牵底下的误会 就误会 误会 再误会啦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 土地使用同意书 各位 我们第一个 这是说呢 弟弟要来跟哥哥呢 说哎呀 我想要盖房子 这是祖山的房子 那么呢 这个土地呢 就是说 我们甲乙两个人拥有的 或是很多人拥有的 那他说 我要在这堆堆上头呢 盖个房子 而且我也不会盖超过你的部分 所以我就给你 要来给你盖个房子 盖个房子呢 请你帮我盖个章 各位 我们呢 就是说 兄弟 没有什么问题啊 盖个章 举手之劳 就给他盖个章 可是各位 那盖那个章 叫做土地使用同意书 那这个是申请建造的第一步 就是说建管机关呢 你一定要这个土地 要么是你自己的 如果是别人的 一定要别人同意你在这个土地上 来申请建造 可以盖房子这样 所以呢 各位 各位 我们这个甲呢 就帮这个椅啊 盖了章 椅就到建管机关去申请建造 找建筑师画图 然后呢 就开始施工 所以盖好了以后 房子就拿到使用执照 又办了保存登记 所以各位 这个土地上就是椅的部分 那甲认为说 我的土地还在这里啊 所以也没差 结果呢 我们说 假后来呢 要去说换我要盖房子了 这时候去拿这个去申请 结果他说 你这个土地是共有的啊 你当初整个土地都已经 整笔土地都已经是建筑的基地 所以你必须要去 你的土地是法控 你们还没有分割 所以他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要得到乙的同意 另外一个就是要去做法控检讨 那我上一次就有说 像这种情形的话 那个乙啊 跟这个哥哥呢 已经感情又口角又不好啦 所以乙呢 就不愿意去代账给他 那么呢 他就不愿意办法控检讨 所以这个行形我们要变成假到法院来告乙 要做法控检讨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上一次说的就是法控检讨的问题 那各位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土地使用同意书的第二种 它会开在哪里 各位 它会开在这里 就是说我这个假建商跟这个乙买土地 这乙是地主 那么在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地方都有计划道路 是政府化的计划道路 这也是乙的 它有计划道路啊 那结果呢 这个时候建商买的时候 他就是说 哇 那这个计划道路呢 我跟你买这个建地 那么我们明来语说 这叫做肉地 肉地就是可以盖房子的地呢 我就给你买 然后我跟你过户 那至于这个陆地呢 你呢 当然也要算钱 那你算便宜一点 各位 算便宜一点 那假设陆地呢 就是依公告限制的40%左右 算便宜一点 那你会采取什么 我就把它过户过来 各位 那这样没问题哦 甲跟乙买 那全部把建地跟陆地 全部过户过来 这没问题 但是呢 各位 我们大部分的建商呢 他不会这样子 他呢 就是说 哎呀 你再算便宜一点 我大概就是用15%跟你买 然后呢 你这个地呢 就是留着不过户 然后就可以将来呢 政府如果征收的话呢 你还可以领土地使用补偿金 啊 你呢 就给我使用就好了 所以各位呢 这个时候已就开出 就在合约里面写 写说呢 我以后呢 这个陆地呢 愿意提供给你使用 或是呢 就会叫乙呢 开一个土地使用什么 同意书 说同意这个陆地呢 让这个建商贾使用 这样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说呢 这个地主去卖了土地以后 只过户建地给贾 那贾建商呢 就在那里要盖啊等等 好了 各位 到了要拿使用执照的时候 拿使用执照的时候 哪知道说这个地主呢 当初啊 他呢 好不容易卖到钱 各位有钱的话就乱投资 结果呢 被人家钱骗光光 还被拿去银行设抵押 后来他的这个土地呢 财产被拍卖 拍卖的时候还包含这个陆地被拍卖 结果被饼给买走了 哇 各位 被饼给买走了 结果这个饼呢 买到这个陆地了以后说 哎 土地是我的呢 你建商在这里盖房子 所以我不让你过 不让你买管线 不让你买台电 不让你买水公司 不让你买天然瓦斯 哇 各位他就抗争了 那这时候因为土地已经是别人的 所以台电啊 水啊 还有瓦斯管线的公司说 你要得到地主的同意 我才能够帮你接管 各位 结果拿不到使用什么 执照 这个时候贾呢 还要再像饼呢 去跟他协调再买一次 各位 像这种情形的话 非常的多啦 那么建商他会说 哎呦 怎么会这样 当初姨在跟我签土地使用同意书的时候 就写说 他的使用同意书呢 急于继承人跟所有继售人啊 已经都写好了嘛 怎么会所以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 丙你来标买这个土地 你也应该受到他的拘束啊 哎呀 各位 这种东西是圈底下的误会 就误会 误会 再误会啦 各位 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是个债权而已 甲跟乙之间的约定而已 这种约定不能去拘束第三人 秉现在拿到土地道路的所有权 所以他是个误权 误权可以破债权的相对性啊 误权是绝对性债权 你们两个人的之间的约定 不可以随便去约束到第三人啊 不可以随便去约束到第三人 没有经过第三人同意 你怎么可以约定他 除非你当初呢 就有什么 第一 你就过户嘛 过户你就拿到物权 那就没问题嘛 那你第二 你就设定地义权啦 啊 地义权 这个是个物权 有登记在地证事务所 所以你地证事务所就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查 看得到啊 你腾本掉出来 就是要标的时候都知道嘛 第三 你要嘛 你可以设定地上权啊 说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将来就是要买管线啊 可以有使用啊 你要设定物权嘛 各位 最差最差 你也应该要订个租任 然后呢 这个租任去供什么 供政 二十年 所以我可以使用你这个 陆地二十年啊 各位 第四 第五的话 你当初应该就是把这个地呢 捐给政府啊 捐给政府 然后呢 变成是公有的土地 然后这个土地去开辟啊 这个就没问题啊 结果你什么都没做 各位 那你至少至少 你也应该要变成说 有个预告登记啊 说这个我们两个人 有合约的规定 所以你这个乙不能卖啊 不能卖给他人 不能过户给他人 你做个预告登记 但是预告登记 挡不住法拍啊 所以老师讲的这个部分 人家是法拍标道的 你预告登记是个债权 你也挡不住 所以各位呢 这个都没做 我们的建商之所以能够赚到钱 其实一个是实事造英雄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lucky 所以对法律的这个部分呢 你没有碰到 你真的是不晓得 所以各位呢 我举第三个例子给各位听 我们呢 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各位 当初呢 这个甲跟这个乙 买这一块地呢 现在市值大概两三亿 那么各位呢 这个当初的陆地呢 都留在乙的部分 只有前面这一个地方 有开辟 在供给大家行走 那各位 这是计划道路 以开辟为征收 结果呢 这一边都是为开辟 为开辟 为开辟 当初就有开土地使用同意书说 这四周的计划道路 都愿意供给甲来使用 那现在呢 甲呢 要把他的这个土地 现在市值大涨嘛 所以他要把这个土地呢 卖给丙来啦 要卖给丙建商 那丙建商就讲说 哇 这个是陆地呢 那我以后去盖的话 这个乙会不会来增值 所以呢 他叫乙说 你要卖 他跟那个甲说 你要卖给我 你麻烦你去叫乙 开土地使用同意书 给谁 给这个丙建商 说我以后 我跟你买土地 你要叫乙 开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给我 让我可以去用这个陆地啦 刚刚是这个卖土地的人 的土地 转给第三人哦 那现在是我建商 要跟你买你的肉地 买你的建地 那你呢 叫那个乙 开土地使用同意书给我啦 结果那个乙说 我是同意你甲 去使用土地呢 我并没有这个义务 要同意 你要卖给人的饼 他跟我没关系 我不同意 我只愿意给你使用而已啊 我当初合约有跟你签 我愿意给你使用 但是你现在外人 我不想要给你使用 他说 你不是有签说这个效力 集于什么 寄寿人 他说 他又不是你的寄寿人 我也不愿意啊 那你说我把那个权力让给你 他说 我当 我这个是第三人 我不愿意这样子啊 所以各位呢 谈不好 谈不好 让夹或柄来盖啊 这是这一块地就会变死地呢 所以他说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要的话 各位他说呢 拿个三千万来说吧 哇各位这简直就是说要卖过土地了以后 现在你要土地移转 他呢 还要再卡油他 说起来也不是卡油 因为土地已经涨价 所以大家说 你以前卖你两三千 现在你有两三亿 现在你两三亿 我现在叫你多分我一点啊 因为我当初卖你太便宜 各位 他这种心态嘛 那所以人哦 这种心情一定是不甘愿的啦 所以各位呢 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他呢 有可能卖给丁 所以各位这时候我们呢 这个甲呢 要赶快做防范的措施 甲要赶快对丁呢 做出甲处分 禁止以卖给 或是移转给第三人 把它绑在这里 然后叫丁开出土地使用同意书 然后各位呢 我们这个甲再跟建商呢 合建 一起来盖 你就不能够单纯卖土地了 你就甲呢 你有权利叫以土地给你使用 所以 他如果不开土地使用同意书 你就叫法院 告他说 这个土地你应该要给我用 所以用判决代替土地使用同意书 但是你甲不能转卖出去 你要跟其他的建商合建 所以各位呢 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呢 越来越多这样的纠纷 因为以前的人答应了就答应了 纵使土地涨很多 那我也是认了 可是各位呢 那个心情 土地涨很多 结果我跟你卖你卖太便宜 那个不甘愿呢 一定想办法要给你A一些钱过来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土地使用同意书呢 它的可怕 它的预防 还有它的纠纷呢 很多 所以各位呢 有好多的土地呢 就是拿不到土地使用同意书 所以它可能 这个土地有一百万的价值 可是拿不到旁边 道路的土地使用同意书 根本就是卖不出去 有价值一百万 事实上你没办法盖房子 没人要 所以各位呢 土地使用同意书 它的作用在这里 因此各位呢 道路这件事情呢 是政府的责任 如果政府把这个计划道路呢 都尽早把它开辟 不要拿去放烟火 不要拿去做一些 有空没顺 我们税收操作那么多的话 也都把这个钱再花还给人民 这个真的就是 有一点这个 政府征税应该的 那你就是来把公共设施开辟 不要让人民在这里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不开辟 让人民在这里从中牟利 造成这么多的纠纷 所以各位呢 一个政府该做它该做的事情 是多么的重要 它可以减少人民很多的纠纷 像这种的话 你把税收拿来 把这个计划道路开辟了 把人家的征收补偿款都付了 这个土地就登记为公有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怎么会让他们呢 这些人呢 透过这样子你不开辟 然后让大家在做道路的抗争 大家在那里没没收 绝对不是一个政府该做的行为 所以我们政府常常就是做了一些 该做的事不做 不该做的事情做很多 那么钱也都没有花在应该花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话 这种年纪呢 有时候是对身体有害了 但也无可奈何 好 以上请各位同学参考